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我们逢甲大学的李老师 还有陈博士 还有我们日本的松井先生 还有郑谷 小姐 今天的帮忙 做一个 还有我们市府各局处 还有我们各公所的承判人给大家 午安 真的大家很辛苦 那也感谢我们日本两位 讲师 跟我们分享我们这一次 日本他们针对有关于 防災事 在这个防災上 尤其疫情 这个怎么去协助的部分 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那我们也希望说 因为这些的 工作上的经验上的分享 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 我们怎么去强化 未来我们 在收容场所的部分 怎么去处理 这个是未来的 是我们一定要意到的 尤其 那 阿里想 就是针对刚刚 针对刚刚那个主席所提的 简单帮我们做个翻译 有关于是针对 大中市政府の洋秘書長からご挨拶を申し上げます まず法国大学の陣伯総聚教授及び法国大学の李水洋教授に感謝の気持ちを申し上げます そして今回コロナ禍における防災の経験をシェア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 日本の正谷さん及松井さんに感謝の気持ちを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 直密 继续し 那我们也期望今天的工作的分享 给我们台中市各局所还有我们各工所 针对有关于我们的收容场所的避難 我们应注意的 尤其在我们新冠肺炎的环境氛围内 我们怎么去办好我们自己的收容场所的 应该应注意的一些事项 私たちの職員の皆様も このオンライ講座にご参加になった方々も 先生たちのお話をご自分のものにして 実務の中で活か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那我们也很感謝 那我们今天有民政局 林股長 还有 商股長 还有我们社会企的林股長 参与我们这次的座談会 那我想 也欢迎说 我们因为民政局跟社会企在收容场所是 最主要是我们在台南市政府的工作项目 这个是占了很大的一个分量 那我们也真的期望 在 大家透过这次的分享 我们看怎么去增进我们的 一家收容场所的一些经验 这是我们今天办的目的 那我们也很感谢我们 今天为两位的讲师 愿意分享 这些在日本在针对 在收容场所的 这些工作的经验 真的感谢他们 谢谢 台湾の社会局と民政局は 避難所運営を努める とても重要な部署なんです そして 今日 林伊文係長 そして 超伊林係長も ご参加いただき 本当に光栄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そしてまた最後に 日本の講師 素晴らしいご講演を 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て 本当に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那我接下来请 李老师 针对今天的课程 帮我们做一些 小小的总结 也顺便帮各位 争取一下时间 就是 各位 有没有想要 问 日本防災事的议题 都可以提出来 那我们现在先请李老师 帮我们做一个 小小的总结 それでは李教授より おまとめ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杨梓銘 郑古小姐 还有松井先生 陈老师 各位同的大家 下午好 今天其实 很荣幸 很高兴 有这样的机会 邀请两位日本的 房天室 来给我们 做这样的分享 虽然日本 日本的国情 跟我们台湾差不多 可是各位应该有发现到 其实日本的做法 跟我们台湾也有些不一样 比如说日本的收容方面 他们比较属于 所谓长期性的收容 那我们台湾的话 现在都是 大部分都用到 一些活动中心 或是学校礼堂 所以收容方式 是不大一样的 日本と台湾は 結構似ているのですが やり方には ちょっと違いがあります 例えば 避難所の管理ですね 避難所の管理について 日本は長期的に 収容できるように その避難者を 収容できるように しています 学校の体育館とかも 利用して 収容するのですね でも台湾は 今は一時的な 収容の方向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不过借这个机会 そこから遠くは Handler 池 encry said すげえ 私のせて プロディア 現在 çu公所長官 PM 企 roku 今日はいつ本 Ding Dana ほんと ows 既然双方处所开设的话 我们比较担心的说在新冠疫情之下 就是说家庭跟家庭之间 一个单位跟一个单位之间 刚刚有提到本来是300人 没有隔板的话会变成130人 有隔板的话会变成200人 好那究竟家庭跟家庭之间 到底应该要抓多少的间隔距离 比较适合 那再来如果有隔板的话 那个隔板应该用多高 或者什么材质比较适合 コロナ禍における避難所の運営について ご質問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のですが 先ほどおっしゃった通り もしコロナのない場合は 300人ほど収容できますよね もし区切りがある場合は 200人ほど収容できます でも区切りをするときに 家庭と家庭の間に どのような材質のものを使えばいいのでしょうか そして高さとか厚さにも ちょっともっと詳しく知りたいので お願いします 台湾で日本と比べると だいぶコロナを抑えられているので 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ど 飲食店やなんかで アクリル板のようなものを ついたてで使っていることありますか 日本 台湾的新冠疫情 好像没有日本那么严重 但是在台湾的餐厅当中 是不是也会有用 压力板之類的来做隔板呢 高度大概60公分 高さは約60センチになります 60センチ サンコになるのは やはり飲食店やなんかのついたてだとか 行政とか窓口やなんかで たててるついたてが参考にな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タスことを前提に考えれば やっぱ頭を超えるぐらいの高さ 高度の部分 家庭可能分別是四人 家族の中に感染の可能性がなければ 家族は一緒で一つのエリアでいいと思うんですよ それでその広さは 家族同士ではなくて 違う家庭の場合なんですよね 違う家庭の場合は どうすべきでしょうか 例えば四人家族と六人の家族は その中の その間にある距離は 家族の人数よりも そのグループとグループの間ということであれば 1メートルくらい取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 1メートルくらい では仕切りのある アクリルがある場合と アクリルのない場合は 距離は変わりますか 何もない場合には2メートル必要です 有隔板の情况是1公尺 沒有隔板の情况是2公尺 アクリル板は透明なんですけども これはその受付で対応したりする場合には必要ですが 皆さんの居住スペースについた手を立てる場合には 従来の不透明のものをそのまま使って問題ないと思います 在隔板的方面 刚才有提到说 像是公務人員承办業務的时候 使用的是透明的隔板 但是在区隔家庭和家庭之間的居住空間的时候 建议还是跟以往一样使用不透明的隔板 張部長記得開麥克風 是 報告主席 今天很高興能够参加 在这次的視訊的一个讲席 然后得到非常多的一个经验 那我相信区公所 跟文明政局或者是市府的机关 都能够得到很宝贵的一个啟發 谢谢大家 谢谢 安志昌 はい 今日のオンライン講座にご参加できて 本当に光栄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私だけではなく 区役所も市政府も いろんな経験を参考にして もっといい計画を立てるよう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好的 那我们社会局的救助科林宜文股長 因为您没有拍镜头 那是不是可以请您帮我们 就今天的会议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好 谢谢 就是谢谢主席 以及所有余会的这些 我们的同仁跟一些 还有我们的讲师这样 因为刚好我的那个手机电力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开视讯比较不好意思 那今天的会议里面 其实我觉得有关针对疫情提供了很多 我们在设置避难处所相关的一些建议 尤其是 就是我们需要特别准备什么样的物资 以及说 要特别注意有关健康检查的这个部分 其实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那另外我们自己在灾民临时收容安置的业务 其实有因应严重疫情 就是我们COVID-19其实也有做了一个工作指引的部分 提供了我们就是 我们做 就是临时送安置处所在设置的时候 有做了一些指引提醒这样子 然后目前就是也有做了一些规划 那我觉得再加上今天的相关的建议 其实应该可以让我们自己在做这个业务 可以更完善这样 以上谢谢 NES-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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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S 很多幫助我 特別是在疫苗上的運營 以及什麼物資 什麼物資 都要準備好了嗎 詳細說 還有一番努力的點 健康検討 那些事情 日本的經驗 我們工作 我們有的 更多 最大部分は今日のオンライン講座 を通して分か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本当に助かり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陳先生 いいですか はい 先ほどの広さの話なんですけど 岐阜県のモデル 多分これは日本の標準だと思うん ですが ついたてなしの場合には従来の広さ ちょっと台湾の広さは分かりませんけど 従来の広さよりも2.3倍ぐらいの 広さのスペースが必要ですよ ついたてを立てた場合でも 従来の広さの1.5倍ぐらいの広さが必要ですよとなってますね 大体日本はこれに準じてやってると思います ここについて 先ほどの広さの隔間距離の問題 ここに引用的是 岐阜県の資料 岐阜県の資料の資料は 在沒有隔板の状況下 需要の距離は以往の2.5倍 在有隔板の状況下 需要の距離は以往の1.5倍 大多数の病院所 人数はこのような標準が採用 老師參考看看 ok 好 謝謝 好 那我想各位區公所的長官 還有我們市府的長官 還有我們線上的網友們 你們可以看一下我剛剛今天會議下 我做的筆記就做了差不多快十頁 那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日本防災室所提的 日本防災室所提的 已經是他們食物上面的一個協助的經驗 那再來有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兩位防災室特別在提的 就是官方規劃以外 好 營運處所的人必須要持有 那臺灣目前大部分的避難收容處所 都還在官方的操作之下 那會請到日本防災室 主要是要跟各位講 避難收容處所 你要單靠官方基本上是做不了 所以未來我們在說避難收容處所 不管是在規劃營運操作 借助名利跟如何結合名利 取信於民 讓民眾願意相信這個地方 它會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好 那請エリス講簡單先翻譯一下 今天講座を聞きながら 我們在日本防災室身上學到 我在日本防災室身上學到 就是說 千萬不要把那個 全國民眾的安危都綁在政府身上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我們特別需要做的一個改變 那今天提到很多 不管是避難收容處所 或者是女性的細節 我想不光光只有台中市 目前我放眼看台灣 大概就是說我們要達到日本的這個標準 我們大概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去 去做執行跟操作 那是這樣子 就是說今天網友 如果如果你針對今天 就是馬茲伊桑跟馬薩塔尼桑 所提的問題有比較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找一個時傳再邀請這兩位 我們私下 就是在開一個直播在網路上 跟大家來做一個直播的探討 那台中市政府在9月23號 將接受這個中央的一個考評 那我想包含今天台中市政府的 避難收容處所規劃 以及今天兩位防災室的一個指導 我們都可以把這個講義 實踐在9月23號上面 那那一天我應該也會錄影 那到時候再邀請那個 我們馬茲伊桑跟馬薩塔尼桑 看一下台中市政府的做法 有沒有哪一個地方還需要做改建 馬茲伊桑跟馬薩塔尼桑 學習了一些 全國民的命 全部政府にお任せする するのでは不可能 不可能 避難所に関すること 運営の関すること 女性の資格に関するもの もいろんなことを 今日の講座 を通して 学んできました 私たち今は 日本の標準に達することは ほぼ不可能 でありますが このような経験を踏まえて このような講座も いろんな 経験を踏まえて いつか 日本の標準になると 信じます 台中市政府は 9月23日に 中央からの考察があります 今日の講座も その その考察の時に 使え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その日には マサタニーさんと マツヤミさんにも 招待して 一緒に 今台中市をやっていること 台中市がまだ 足りない部分があるかどうかを 一緒に確認してほしい ということです OK 我想マツヤミさん 跟マサタニーさん 都知道 我是一個 喜欢食物型的操作 所以 我们都喜欢 現学現卖 好 那因为 现在的時間 已经是日本的 用餐時間了 我们今天 已经耽误 2位房財 是很長的時間 那 各位 曲公所長官 如果還 如果你们 还有一些 其他的問題 想要問的话 我想 那个 後面 我会再请 那个 冯甲大学 就是 未来的 这个協力团队 就是 未来要做 怎么样的 一個進一步的 这个操作 那 我们都可以再做 沟通 甚至 就是 我在我自己的位置上 也可以持续的 跟 日本 来做 進一步的交流 我想 这一部分 我们就不要翻譯 也就是 真的很谢谢 现在线上 以及这个直播 媒体上面 所有人员的参与 那我们现在就是 跟大家做 告别 say goodbye 拜拜 拜拜 それでは本日 オンライン 终了 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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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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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